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老师David老师 今天老师一样要给你一些 英语方面的一些知识上面的学习 今天老师要教的运音组合是UKE 它有两种发音,它可以念 UKE 或者也可以念 UKE 以及我们的ULB OPE 或者我们的ULCH OCH 好的,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三个运音组合 有四种不同的发音 然后我们来 老师来这边来做一些讲解 首先我们讲的UKE 它发音音为UKE UKE 在声词中我们有PUKE PUKE PUKE 在UKE 的另外一个发音 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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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词有DUKE DUKE DUKE F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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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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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ULB 在ULB 我们发音为OPE 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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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甚至有BOB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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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ULCH 我们也有OCH 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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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GAUCH GA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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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来跟着老师一起做练习 首先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VALS 什么叫做VALS VALS也就是我们讲的母音或原音 VALS 母音或原音 VALS VALS VALS有A E I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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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S E ZO Open A E E VALS VALS ZO E VALS ZO VALS A E A A E A E A-E-I-E-U A-E-I-E-U 好的我们讲母音原因 在自然频道中常母音常原因 我们就是照此念A-I-U 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用国境标来看刚刚的五个发音 会发现其中有四个 它是由两个符号所出成的 其中有四个 它是由两个符号所出成的 在两个符号的时候 我们称它叫做双母音双元音 第二个类别在自然频道中常使用的叫做 Sho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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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讲的短母音或短元音 短母音短元音 在自然频道中 发音的方式是 A-E-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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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用国境音标来看自然频道中讲的短母音短元音 可以发现五个它都是由一个符号所出成的 在一个符号的组成的这些发音 在国境音标我们称它叫 Mena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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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单母音单元音 回到刚刚的长母音长元音 发现其中有一个不是两个符号所出成的 不过在音式的字典我们看到这个E后面会有两个点 有这两个点的我们称它叫做长母音长元音 没这两个点的我们称它叫若母音若元音 或者在国境音标我们称 Extension Extension 有两个点的叫长母音长元音 没有的叫若母音若元音 不过在每次的发音每次的字典并没有这样的区别 好的我们来看一点进阶的练习 Valves 什么叫做Valves Valves也就是A E I O U Valves A E I O U A E I O U 也就是我们称的母音或元音 他的好朋友叫semi vals semi vals semi vals semi vals也就是我们讲的R W Y R W Y R W Y 所以什么是R W Y呢 semi vals也就是我们讲的半母音 或者是半元音 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假性母音 或假性元音 好多说英文26个字母 拿掉了A E I O U H R W Y 之后剩下的 拿到这八个剩下的 我们的在自然拼读中都叫它 叫Consonance Consonance 也就是我们称的子音 或者是辅音 或者是辅音 子音 或者我们称辅音 好的我们来练习一下 刚刚的发音的方式 在UKE 我们发音在UKE UKE 或者我们也可以发声UKE UKE 在ULB 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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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就各选一个生词出来 我们在UKE 我们选一个PUKE 在ULCH 这地方我们选GULCH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发音 为什么 一个念PUKE 一个念GAUCH 好的我们知道P 是我的Consonance U是我的VALUE K是我的Consonance E我们就写E E 是我的Consonance U 是我的VALUE L 是我的Consonance CH 都是我的Consonance 好的 首先记得第一个规则 智能拼入的第一个规则 如果我的结尾的字母是E 那我们就称它就是E Ending E Ending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结尾E 结尾E 结尾是字母E 结尾E 好的 结尾E在自然评论中 大部分我们套用的规则 就是叫Silent E 结尾E 结尾E Ending E is Silent E 就是我们讲结尾E 就是不发音的E 好那第一个重点 不发音的E 好所以我们看上面的规则PUKE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子母子E 的组合 GAUCH 子母子子子子 或者我们也可以叫PU 它是 浮 圆 浮 E GAUCH 浮 圆 浮 浮 好的 既然看到这样子的 发音的练习之后 我们来看 首先要再讲 自然拼读的操作的方式 通常我们找到一个生词之后 我们会从左向右看 或者我们找 从前向后推 找到第一个母音跟原音的位置 我们停下来 我们看看它的正后方 下一个字母 是不是母音或原音 如果不是的话 在这个单一的母音跟原音的位置 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名称 叫做Nucleus 这单一的母音或原音 它的新名称叫Nucleus 也就是核音 Nucleus 也就是核音 在发音来说 我们讲核音的前方 就叫Onsight 就手音 核音的后方 我们称它叫Coder 也就是尾音 所以Puke 手音在P Puke 结尾在KE 尾音在KE 那记得因为结尾一不发音 所以它也要列入尾音中 Gauch 手音 Unsight 在G Gauch 尾音 Coder 在U LCH 好的 我们现在回到刚刚的声色练习 我们就来 我们就用Puke P 是我的手音 U 是我的核音 KE 是我的尾音 来做一个解释 好的 同学们我们来看 也就是我们的手音 P Unsight P 核音 Nucleus U 尾音 KE Coder KE 好 那我们就来注意看一下 智能评论中 一般来说 找到声词 找到它的合音跟尾音 合音加尾音 也就是运音或联音 我们的英文解释叫 Rh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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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音 Nucleus 尾音 Coder Nucleus and Coder Is Rhyme 所以 合音加尾音就是运音 我们称之为运音 中文翻译叫运音 或者叫连音 运音 押韵的音 连音 连起来发音 好的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 当我的运音 或我的连音 它的组合是母子子或圆 幅幅的时候 通常我可以得到短母音 短圆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U LCH 它就是 母子子子子 或怎么称 圆 幅幅 母子子子 包含母子 母子子 母子子子 圆幅幅包含 圆幅 圆幅幅 圆幅幅幅幅 好 我的运音中如果一开始能找到一对 母母音或圆圆音 我也可以得到长母音 长圆音 我的运音中如果一开始 看到结尾最后三个字母 是母子1 或圆幅1 我也可以得到长母音 长圆音 所以为什么U K E 也就是我们讲Val Consent E 我们就称母子1 或圆幅1 所以我们会念长母音 长圆音 好了同学们 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U 这个地方 U U 我们看看它的最常见的长母 长圆音 U U U 它的短圆念 U U U 记得U 它的另外一组长圆 它念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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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组短圆念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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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记得一件事情 在自然拼读中是比较难去 如果看不到音标的话 比较难去解释 为什么念U 或者U 这需要老师先念给你听 你才可以背下来 好的我们看第一组组合 U K E 如果念它的长圆 我们念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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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拇指圓伏伏念短緣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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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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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CH 拇指指圓伏伏伏念短緣 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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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 g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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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第二遍 同學們在練習UK長緣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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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音p p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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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長緣破音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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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音d d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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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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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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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K NuK ULB 我們練短緣 圓伏伏短緣 拇指圓伏伏短緣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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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音b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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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CH 拇指指圓伏伏伏短緣 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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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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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可以做点功课 UKE 长元 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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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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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E 长元破音 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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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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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 F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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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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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B 原浮腹 母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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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浮腹 短元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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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CH 母子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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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浮腹腹 短元 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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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音G GO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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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老师今天教你的 是一个如何去判断这个运音是怎么形成的 了解一个生死运音是怎么形成的 利用手音 利用手音 加运音 也就是一个基础通常发音的一个逻辑判断 老师的课程是教导你自然拼读的规则 国际音标的认知 还有 运音的形成 以及判断 也希望同学们如果喜欢中东老师的课程 也可以在收盖完我的影片后 可以帮老师在影片后面按个赞做个分享 或者同学们如果在学习上有些疑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影片后面留言 老师看到会尽量尽快回复你的一些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收看